當然是你重點了 其實有沒有參與意見 在轉接上 今屆是沒有參與任何意見的 我純粹是出席了第一回合之前的 彩排、恩選 接著第一回合出現了 接著我都沒有出現 因為在外界認識 今屆都說轉接上有問題 是嗎 你覺得不可以 即是不夠過往好看 我拿有沒有問題我就不知道 但一不夠過往好我就承認 因為我真是一個很出色的監製 即是不得不承認 我告訴你 老先生一定要加我人工 我真是一個很好的監製 那是否下年你可以做法呢 做監製? 傻瓜 我今年都五十多歲了 不要這樣閒毀我 即是剪輯很辛苦 而且剪輯的壓力實在太大 因為你會影響到其他參賽者 即是我自己就很害怕 所以我就逃避了 其實做了四年都夠了 放過我 剛才強尼說你輕浮了 是否就是沒有做監製 之後輕鬆了 那個人 是有吃花生的感覺 的確 其實我今年不想做的原因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的身份是 越來越尷尬 即是我不可以專心在 現在的參賽者上 我覺得對他很不公平 因為我的心都在MIRROR era 那我就不如 我就專心在他們那裡 我不要認識其他人 但是呢 但是作為一個幕後 那其實 因為其實 有太多負面心 嗯 譬如導演 他又出負面 即是說一件事 令到很多幕後就反彈 是 你覺得作為一個幕後 是否應該有這樣問 其實當時我想說 我知道之後 我是馬上打電話給寶姐 我就說 為甚麼導演要這樣做 其實身為這個節目的幕後 導演好監製 應該要好客觀對這件事 那所以我就說 他不應該這樣做 我是有話度的 但是後來我想深一層 就是我又怪不得 因為這一班導演 真是很投入在這件事 即是他們是 他們不只是 當了這份工作 即是當了他們 是他們的家人 他們會有愛有幸在裡面 那 即當你在這半年時間 你是對著一班人 有這個關係的時候 就很難免有這些事情 即是 甚至我以前做的時候 我也會有 即是我會在有時候 我在剪接的時候 我也會有偏幫一些人 那時候 我也會有承認 我這樣不對 即是我覺得很難 我這麼成熟都避不了 是吧 可況 樂樂這個 即是小導演 即是小小的嬰兒 那樣 真是很白白 幫我拍著他 大家也少一點 大家也少一點 其實我有偏幫誰 應該是這樣 那我怎樣是偏幫呢 我是會有一些事情 我特意沒有剪出來 即是譬如可能有些參賽者 他會遲到 或者是 拍攝的態度不好 那時候 我都會 我都會避到沒有剪出來 因為我都不想破壞 他的形象 那這些就叫偏幫 即是都算了 是不是 都仆街了 我應該 但後來 我就是 當然我有反省 即是第二年 我又會再小心一點 但愈小心剪 其實節目就愈不好看 是啊 好可怕嗎 那現在白水 白水說 他願意欺凌他 真的嗎 那這個要罵 真的 他真的開明 他怎樣欺凌他 用粗口去說 即是說說 我不是特地說這個粗口 即是我的意思就是 白水 我覺得是否用粗口 可能那個導演 是否都是我這些人 即是其實 當粗口就是 當平時的那些語言 即是你把我的粗口 刪除了 其實我好像沒有說過 他把他的名字 他把他的名字 噢 我有聽過 那是否說笑 但因為那個參賽者 都提過他 說不舒服 然後好像說 之後他還不接著 好 白水不要生氣 媽媽吃飯 OK 我很喜歡白水的 知道嗎 但是會不會簽他嗎 咦 不到我話事 你喜歡他些甚麼 咦 我親很多人聽 我很喜歡許光漢 許光漢都不給我簽 你喜歡白水些甚麼 我覺得 其實我 即是開頭我的時候 很喜歡他 我覺得這個男生很純品 即是 他很遲鈍的 但是你去他的眼神裡 你就知道他很喜歡 很喜歡表演 就算說話很慢 但你都感覺到他很真誠 很真 很喜歡這些男生 而且他樣子又高大 又多英俊 是不是 你有留意他嗎 有 有 這份大熱 當然有留意他 今天我知道他退賽 其實 我心裏是覺得可惜的 其實 因為我覺得他的表現 其實一直以來都很好 就是我這些外貿協會 又更加喜歡他 但我又理解為何他退賽 因為其實 我想近來的他都很大壓力 所以這個他選擇的 我希望他有機會在這行發展 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都是很有可能性的 還是你自己本身 看完這麼多集之後 的心 又不是完全 我今天 我不告訴你 你不要逼我 但是我想說今天我給分的時候 我是有矛盾的 有一些人我其實是 唉 唉 我又不是真的很喜歡 但他今天表演又很好 那有些人 我就很喜歡 但是今天的表演麻煩 所以我給分的時候 阿K坐我旁邊 我就跟阿K說 唉呀死了 那怎麼辦 那我們給分的時候 就很棘 最後呢 最後我也是跟表演去給分 我覺得 因為今天我的身份 是決賽評判 那我應該 扔下以前我看 或者對的印象 是用今次他們的 今次的表演去給 那你知不知道 其實顧問現在是會有什麼 會有 就是會有 Private Eye的40萬 哈哈 是不是我聽到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也有問過 但是 我也很關心這件事 為什麼我關心這件事 我怕Mirror error 又受到壓力了 所以我就經常在追問 但是 他們都說 因為這個是商業秘密 那就不告訴我 但是我也很想 我覺得今年的參賽者 是 我初初覺得他們不行 就是跳舞這麼奇怪 但是原來其實 其實 這個世界娛樂圈的表演 不一定是要跳舞 你譬如見到 我很喜歡亨仔 亨仔唱歌很棒 雖然今天有點失晉 我很喜歡 我喜歡 我知道我想上頭罵她 她那一刻 我很喜歡 其實 我一直 黃鋒 我都很支持黃鋒 但是我知道她 其實她都被很多人說她 我又理解 為什麼這些人說她 但是我又深表同情她 就說剪接方面 是的 所以我就深表同情她 所以我剛剛也跟她 我跟黃鋒說 你要加油 就是我 我很想給她一個支持 我亦都很想 觀眾手下留情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是剪接上 或者是你們 未必看得完整個故事 是怎樣 可能誤解了這個人 令到這個人被人罵 其實很慘 其實他們都是 剛剛進來這個行 可以留一條路 給他們逛逛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負責簽她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我也想說些 我覺得這件事 是她自己的事 究竟那件事 是怎樣 我們都不知道全部 但是我想 我很希望大家 可能你們好 或者是 觀眾好 網民好 都給她一個空間 我覺得她現在的壓力 我想是大家 想像不到她現在面對的壓力 有多大 但是 我們現在 我們是這行的 應該支持一些有potential的人 而不是 我們加腳去踩她 當然是很難做 但是我以朋友立場 我會支持她 就是 我雖然不是很和她很熟 但是我知道她今天退賽 其實我很想打一把 打一把支持她 但是我又不方便 問她私人的事情 那麼多 隨時打給我 如果她不告訴我 我不會主動問 始終都是別人的私事 而且我覺得她要說 她會說 我真的不是太熟 我想她現在的心情 不是我們可以想像到的 那你也覺得 她退賽這個決賽 是可惜的 我覺得可惜的 但是 都可能應該要這樣做 我覺得可惜 是的 謝謝你們 辛苦了 你先扶你起床 他真的回了床 他真的回了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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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